沈大哥醒了 你没事吧 我没事 只是有点头晕 姚妹 我昏过去多久了 沈大哥 说来也巧 萧音一行离开后 孙前辈正巧赶到 她解除邪阵 并将我们四人救起 唯独沈大哥你 一直昏睡不醒 我 做了个很长的梦 其中的景象 如今仍历历在目 沈大哥 你说你梦到了 以前的你留下的记忆 此事说来话长 等之后我再向大伙 细细说明 我就知道 沈大哥 总是念念不忘的小姑娘 这些之后我会向你详细说明 这些之后我会向你详细说明 此刻势不宜迟 咱们这就快走吧 这些之后我会向你详细说明 臭小子 纸布 一切就到此为止了 庞昌 怎么只有你们在死 小姑娘呢 屋主大人有要事在身 此刻绝不允许任何人打扰 这些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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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要跟他们啰嗦什么 庞昌 这句话应该由我们来说 准备受死吧 沈子军 你们南朝有句话说 识别三日刮目相看 没想到会在你们手下惨败 于武既不如人 输得心服恐服 我有负物主大人的嘱咐 死不足惜 你就成全我吧 于武 在邹县城外出狱时 我们的身手远不及你 沈子军 我虽是你手下败将 却也是堂堂大了五人 与其靠敌人的同情苟且投身 倒不如再此一丝了之 于武 你我虽然分世送疗 但彼此以五人之身相近 你的死战已接近所难 你其为了一死的失败 心眼求死 而不惜留下心命 待他的在余 在余在下一分高下 算你说的有理 既然如此 咱们谁也不欠神了 于武能捡回这条命 日后自当闭门苦练 以选今日之池 沈子军 来日我必定会再来向你讨教 这真是荣幸之志 在下必定会随时候教 话说回来 此里或许将会发生大事 还是趁早离开为宜 不管身上有伤 不只能否自己离开这里 有劳关系 我身上的伤倒还不碍事 据屋主大人所言 前面的处所叫太乙三书座 这个强隐四方灵气聚集的巨大机关 让开封城得以空前心伤 原来那里叫太乙三书座 多谢你的说明 你就放心离开吧 刚快带着剩下的人马回大辽去 最好的事交给我们就好 于武 咱们后会有期 谢谢 妖妹 何大哥 于武虽是大辽五人 但个性豪爽累落 过去也对我们心怀善意 如今胜负已定 我不想多伤人命 因此 擅作主张放他离开 希望你们不会见怪 沈大哥是个有情有义之人 我早就猜到你会饶他一命 他只是听命行事 既然已经认输 便无需过多为难他 何大哥提醒了事 事不宜迟 我们这就快走吧 这是 这巨大的深渊 就是太义三书座 丁大尔所说的幽深处所 应该就是这里了 然而往下望去 看到的 只是深不可测的一片幽渺 书座本就是一位在地底深处 以利皆引地脉之力 虽然这深渊 看似无路可走 但为了前往最底下的书座所在 就必定留有可以往下而去的道路 咱们仔细寻找便是 原来是这样 多谢小前辈指点 荒唐好巧 跟以前长得不太一样 伤口 $¨ $¨ $¨ 可爱我的厉害 $¨ $¨ 适合 花光花卿 是不是有劉德兽匪 外面也有劉德兽 是不是很奇怪 是不是真的 她的数我都怪不得 但是她们拥有 怎么能的 但她是怎么必不必 我只能把问题 它说是很堆 看到她的 好像沒有特別有劇情 沒有 山蘇懸崖 為什麼這邊一直讓我覺得是幽都啊 上天保佑 我們似乎是趕上了 在中央法陣之前的 應該就是蕭姑娘 沈子俊 你總是不把自己的命當一回事 蕭姑娘 至今一再扶你你的好意實在過意不去 然而在下此番前來 是因為有鑰匙相告 我的安危 沈子俊 你這人的話總是出人意料 小姑娘 我知道了赤總神 到底是何方神聖啊 小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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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並非虛言 你只是還沒記起以往的一切 小姑娘 我們過去曾是身世與共的夥伴 卻因為霸電所發遺憾中 痘憾中 早知道讓我們轉生回到人世 是为了了却这段未尽的姻缘 算今次的你我 出生要冒于前世 全然不同 要恐怖中的记忆有蠢 你会被奢华 回想过去的一切 不要再被那虚拽的赤松石 继续欺骗下去 狮子君 很遗憾我什么也记不起来 而即使我们之间真有什么渊源 恐怕也只能到此为止了 小姑娘 我可是有五个人 开什么玩笑 我会输 不可能 速度好快 啊对不起对不起我可能会输 好痛 太痛了吧 我要放六甲正义了 好强 好强 我要弄恐怖大法 你要被打到你没有助血 不满力 直接躺 直接躺 好方就讲身影之后会比较记忆一点 恐怖大法 打不到 悲惩好就是这样 大黄单 他也是挺会防御的 好强哦 会赢了会赢了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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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啊 你们的身手的确金费西斌 难怪庞昌羽与武不是对手 小姑娘 你是因为心有杂念 在此战中无法全身贯注 已知原本灵力卓绝的剑招威力大姐 我们才得以侥幸获胜 孙子俊 别看不起人 我可还没有数 小姑娘 小心 小音 感谢你长久以来对赤宗神的赌信忠诚 如今通往古大梁城遗迹的法阵 大梁城遗开 在献上你的证魂之邪后 你在金氏的使命就此告一段落 你可以永远安息了 义父 你为何 什么 臭小子 你不高兴我杀了这女子吗 不要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如今整魂之邪的封印已经解开 霸准你真正完成只剩最后一步 等他摆脱一切的自告自护之后 他就不再说之于这前主了 而真正为我所有 曾子俊 也是我再会来找你一世霸准真正的力量 咱们之前为绝着审负就留到那一刻吧 义父 这霸准身怀邪心 您切不可为他所迷惑 义父 还是请您私量再三 别像萧姑娘那样被他利用 臭小子 你胭脂我会拿他没办法 不用多久我就能证明 死人无名才是名副其实的霸准之主 我那时也就是你的死期 就好好等着吧 义父 小姑娘 又不会又跟前世的剧情一模一样吧 就不活之类的 又聚聚的吗 小姑娘 你的伤害好吗 不 是沉洁玉梅 一直被八戒击满到最后而不止 你认得我了 你的记忆恢复了吗 在八戒关雄而过的瞬间 我只觉得眼前已经 仿佛 仿佛 总有记忆一来 就笼罩在我周围的迷雾 突然消散了一半 不 因为 此东城一别之后 我们至今已分隔千年 经历了这许多辗转 再想起一切 终于得以昔日之山重溯不清 难道这寥寥数据之后 你又要抛下我一个人离开我 大王 或许这一切 都是处于伤脏的安排吧 而我此生的使命 就是指引你 找到千年后 重现于世的八戒 此刻晨昏之险的封印一戒 正是他的凶险 得以托付之时 臣妾秋大王 务必将八戒 从神无名的手中取悔 你才是八戒与天下之主 只有你 那为人世带来永恒的安宁 愿大王 不忘昔日之缘 成就万世之念 臣妾便无憾意 爷妹 我答应你 无论如何 一定会将八戒取悔 你也要振作起来 说好了一起开创新的人事 我会让齐前辈与丹英前辈 施法治好你的伤 臣妾是将死之神 请大王 不要为此费心 大王 愿让臣妾先走一步 不能陪你完成我们共同的梦想 天长地久 天长地久 火有渐气 请大王 忘了臣妾 切无牵挂 妹 小妹 小妹 静江 王 在幽冥中 漂泊千年 相约再来世相会 没想到命运如此怒人 山朵才死眼睁睁 卡着你死在我欢迎 都怪我此起没用 其实到了今生 也依然求不了你 看来我来迟了 不过我所遇见的果然没错 是孙前辈 身上侠请节哀 我虽不完全明了这一切来龙去迈 但我能从专相看出 你与萧因前生就与霸剑有难解的纠葛 而萧因再次因霸剑而死 或许也是早已注定的结果 沈少侠 逝者已已 来者可重 而解灵还需细灵人 你这一路寻找的答案就在眼前 霸剑则是解开一切的关键 只有取回霸剑 你才能明白自己所为何来 将向何而去 我也明白 你伤到萧因再次离你而去的心情 然而你是身负天兽大任之人 想必明白此刻以赎者为重 沈少侠 为了不让他白白牺牲 你务必要振作起来 孙前辈 你说了这些我都明白 我也答应了他一定会将八剑取回来 然而 他才刚离开 我舍不得就孤零零地 将他留在这冰冷的地方 理当如此 不过身上霞无需为此费心 我会以一顿咒暑 先将萧因的遗体 以往亲近的住所安置 待此事处理妥当后 我会尽快赶回来与你们会合 多谢孙前辈 小姑娘的事 就有劳您了 这倒无需夺虑 随后 我自会追上你们的 不过我推斩不出 这一顿法阵通往何处 那里可能充满凶险 沈少侠 你们过去后 一定要多小心 咱们待会见了 多谢孙前辈提醒 在下 会牢记在心的 姚妹 蓝姐姐 何大哥 小前辈 如孙前辈刚才所说的 那一顿法阵 可能通往极为凶险之处 我为了霸剑影衣服 自知飞去不可 但你们就未必非得 师兄弟 你这么说就未免太剑暗了 沈大哥 我们一路过来 闯过了多少艰难险阻 只要我们五人合力 我相信 这世上没有克服不了的难关 记得身无名从说 这法阵是通往大梁城祭 倘若这真是老夫想的那个地方 那这一趟 老夫就去定 大梁城祭 莫非是战国时代 为的国都大梁城 不过老夫所听到的说法 与这有所出入 大梁城并非为洪水所淹没 而是毁于一个巨大的邪法凶阵 所以那一顿法阵 或许是通往当年的魏国大梁城 公子 你瞧大伙都想跟着你去一探究竟 若你不让姚妹 瞧瞧这难得的景象 她多半不会善罢甘休 多谢大家的心意 既然如此 我们这就走吧 这样才是我们的深大哥嘛 这是 在地下深处 居然有如此庞大的穹顶空洞 看来老夫听到的说法是真的 这是血神绝煞阵 素闻血神绝煞阵 是早已失传的上古邪法 不止刑法需要大量人魂血破 连施术者自己最后也会丧命 以血破引照深渊邪力 这血法听了就让人害怕 他差点就成功了 这个高人 不会是健胜吧 我幼时听兄长 我幼时听兄长讲兵书史籍 也知道秦县大量这一战 没想到大量城 在一瞬间消失的真相 竟然是如此 时隔千年之久 凶神血涡的力量 似乎仍然完整 倘若如此 义父与霸剑 应该在最靠近凶神血涡之处 沈兄弟 咱们就是为了取回霸剑而来 不论这段路途如何危险 我们也一定能越过 所有艰难险阻 周恩正常 周恩正常好 霸剑里面的幺角 应该是很强的 早晚他好像可以拿一个东西 欸?這麼簡單?等一下要贏了 有優彥甲這個 這個是火傷痣的裝備 看一下搶不搶 應該是搶的啦 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可以 還行